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来自欧洲啊 美国啊 他们居然都飞过来了 昨天在机场上就碰见他们了 他们说 哎呀 我真有缘分的啊 跟师父一起出关 一起出关 如果拿一天跟我一起上天才好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呢 好好的就是我们学佛人呢 要探讨一些人生的哲理 这个在美国的科学家 他们经常辩论的 就是科学家和宗教学家辩论 有一个天文学家呢 他就站起来说 我看了一辈子天空了 我就看见那个星星月亮 太阳 云彩 我从来没看见什么灵魂 也没有看见什么天使啊 菩萨啊 上帝啊 所以我不相信有灵魂的 那个宗教学家就站起来跟他讲 你不相信是 那我告诉你 你看得见风吗 你看得见电吗 你看得见天上的空气吗 这些我们离开了他 我们人就不能活了 所以呢 另外一个外科医生就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说 我动了一辈子外科手术了 我都看见肝啊 心啊 肺啊 我从来没看见灵魂 所以我根本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灵魂的 结果一个宗教学家站起来就跟他讲 你爱不爱你的妻子 他说我很爱 那么你开给我看 你爱在哪里 哪个部位 实际上人是有灵魂的 因为一个人离开了灵魂 他就是个植物人了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修 修心就是修你这个灵魂 如果你拥有了灵魂 你这个人就是魂魄在生 如果很多人碰到一件大事情 倒霉的事情 或者要出事了 他就是灵魂出窍 所以灵魂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说 我们学博的人拥有的是正灵 也就是正面的 就是正能量 希望大家拥有菩萨的 我们的佛的智慧 来在我们身上体现出佛光 体现出在人间的一种 超脱人间的一种智慧 去广度有缘众生 去帮助别人 离苦得乐 那你就是一个 我们说正等正觉的一个善人 实际上佛陀当年 每一个在佛经上 第一句说 善男子善女人 台长理解 就是因为你是善男子善女人 你就不能心中有恶 如果你有恶 你就不称为善 所以希望大家要存善 希望大家要好好地学佛 好好地念经 做一个善良的人 做一个人间的圣人 艾长跟大家讲 人生啊 也不是真来的 人生也不是算来的 人生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 要看得破放得下 要有智慧的语言 要有善良的慈悲心和慈悲的观念 你这个人才会变得越来越善良 我们才能造就平和的心态 我们才不会伤害自己 要改变人生靠的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改变人生靠的是珍惜 你身上已经拥有的 和你身边所拥有的 当你拥有了 实际上是珍惜得来的 我们说人的牙齿来比方 你天天珍惜牙齿 天天刷牙 你就不会住掉 不会掉掉 你天天注重自己的心脏 你的心脏就不会出事 你天天关注自己的家庭 家庭就不会离开你 你天天不把自己的太太当回事 总有一天太太会离开你 你不把佛法当回事 你就会远离佛法 所以珍惜才会拥有 珍惜才会得到感恩 我们不要总在失去后 才想到为什么我不能珍惜 为什么我不能忍耐 实际上当得到这种意念的时候 你已经是在长寿人间的果报了 学佛人要学会种因 这个因就是种下人生的善因 所以一个善因会得到善果 圆满的人生是靠着一个缘分的缘 和一个能够缘通的缘 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 你才能超脱自己 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自己 你永远超脱不了自己的情感 和自己的脾气和习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